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 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讲什么呢 你看我桌子上空空的 因为我要给你们一个 惊喜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惊奇手电筒书哦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酷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试衣文化出版的 好几本不同的惊奇手电筒书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外星人的地球大探险 可是人家说 手电筒在哪里啊 他这里还有说 移动手电筒就能照亮动物哦 可是手电筒在哪里啊 手电筒在哪里呢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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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电筒要 手电筒 啊 这是什么手电筒啊 这感觉只是一个纸而已啊 你看 虽然它是手电筒的造型 感觉 打开灯 有亮亮的 但是 不是手电筒啊 好我们一起看看 它到底怎么用 我们先来看哦 外星人 色奇和爸爸妈妈三个人住在宇宙中的超级超级迷你星 色奇希望有朋友陪他一起玩 他已经想过无数个方法 后来发现一本名为地球探险的书 原来地球上有好多可爱的生物哦 我应该可以在地球找到朋友 色奇坐在爸爸的古董宇宙船 准备出发到地球探险 宇宙船停在海洋的正中央 怎么只有看到 悠悠跟悠悠的镜头在这里 哈哈哈 好 你不要理我们 好 这样子放好了 欸 但是 看得不是很清楚 有感觉 有 一些 海洋生物在这里 那我们就用这个 它所谓的手电筒 来看看吧 来看看 到底这会变出 什么 哦 真的感覺是這樣在發亮耶 變得好明顯喔 這隻叫什麼 這條魚叫做蝴蝶魚喔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 小丑魚 那這個呢 魔鬼梭油 魔鬼梭油長得好特別喔 你看它還可以怎麼樣 移到這邊 這個是什麼海馬 你看還有這個 這個是大家應該也很熟悉的什麼 鯊魚 最近這幾年很流行的就是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好那就不要再唱 大家都已經很會了 他說啊 海裡雖然有很多外型華麗的朋友 但他們一看到宇宙船 便連忙的逃開了 失望的色旗 架著宇宙船浮出海面 嗚呼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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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到一陣吵雜的聲音傳來耶 這裡好像我在地球探險看過的叢林 可以在這裡找到朋友嗎 色旗懷著忐忑的心使盡茂的叢林 嗯我們來看看茂密的叢林 找得到色旗的朋友嗎 我們來用魔法書找找看 嗯我們幫色旗找找看 這個是什麼 鸚鵡耶 哇五顏六色的鸚鵡 還有什麼呢 會變色的變色龍耶 再來看看這個 大嘴鳥 我發現這個叢林裡面的動物啊 都五顏六色的耶 就是什麼 球魚 喔原來這個就是球魚喔 身上有一個厚厚的外殼 大猩猩 美洲豹 美洲豹在这里 还有什么 你看 旁边还有一条蛇 那你们觉得色奇 会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吗 丛林里呀 虽然有很多的动物 却对色奇一点也不亲切 色奇在丛林中发现一个黑漆漆的洞穴 洞里比想象中还要暗 而且不管是洞顶还是地上 都长满了尖尖的脚 色奇的声音在洞穴里传开了 有没有人在呀 原来啊 倒挂在洞顶的一群蝙蝠 便飞走了 听到他说有没有人在里面的时候 哇 都飞走了 飞飞飞飞飞 还有什么除了蝙蝠 好 我们要把这个手电脑放进去了 蝙蝠 叮叮 蝙蝠在这里 东北小泥 马路 好大一只哦 这个马路也太大了吧 长得很像蜈蚣 蜘蛛 蜘蛛我们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时候也会看到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很毒的蝎子 色奇会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吗 越往洞穴深处移动 光线越来越暗了 色奇虽然很想离开 却找不到出口 最后啊 只好挖洞爬出去 地底住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小动物 为了不伤到他们色奇 小心翼翼的东娃娃 西娃娃 总算可以重建光明了 我们来看看 楼姑 楼姑是什么 楼姑在哪里 哈喽楼姑 这个就是楼姑耶 小朋友 楼姑 岩鼠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地洞里的小岩鼠 还有蚯蚓哦 嗯 咕嚕咕嚕的蚯蚓 女王蚁 弱虫 没有看过的 弱虫 啊 他抓出地面了 色奇突然想起爸爸妈妈 我忘了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来地球 他们一定很担心 色奇便出发航向超级超级迷你星 地球再见咯 我下次会再来玩的 色奇下次再来的话 他能找到好朋友吗 小朋友 你觉得呢 嗯 我觉得应该可以哦 搞不好啊 色奇 等一下就出现在 你家门 门口咯 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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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认识住在地球上的动物们吧 我们刚刚有看到大嘴鸟 啄虽然又长又大 但是是空心的哦 这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很轻巧 球鱼 背部啊 感觉这一个东西像是盔甲一般的甲壳 那长长的鼻子 闻味道寻找蚂蚁和白蚁 他们是吃蚂蚁跟白蚁的 海马外形和马相似 海马力气很小 必须靠背起努力的摆动才能移动哦 楼沽 前脚如铲铲铲子 善于挖土 会吃虫或是农作物的根或心芽 蝴蝶鱼 这个我感觉常常看到这个在水族馆里面 有没有 外形像美丽的蝴蝶 背脊上有如同眼睛般的黑色斑点 这个是它的特征 蚯蚓我相信你们大家不陌生哦 蚯蚓靠近头部的地方有一圈宽宽的环带 可以用它来分辨头尾 环带之前是头部 之后是尾部 蚯蚓的排泄物是很好的肥料 其实我看到蝙蝠我也会有点怕怕的 外形像老鼠有翅膀 几乎全盲靠听力捕食 马路呢 身体有好几节 节体组成 有很多对角 遭到攻击的时候会将身体卷成球状 并分泌臭物液保护自己 变色龙 好漂亮的变色龙 可自由变换体色 用长舌头补食 眼睛各自独立 可以转360度 有利于寻找猎物 魔鬼梭游 它名字很特别 它是鱼耶 那为什么 这个名字感觉 不太像鱼的名字 身上尖锐的刺有毒 因为鱼鳍壮似狮子的棕毛 因此也被称为狮子鱼 哦原来它就是狮子鱼 小朋友记得了好不好 它这里有点像狮子棕毛的鱼鳍 它就是狮子鱼了 蝎子有四对脚和用来抓东西的一对大凹 尾部有可怕的毒针 好最后就是我们的岩鼠啦 吃底下的幼虫和蚯蚓等昆虫为生 前脚又大又宽 长得像铲子 善于挖土 这就是刚刚色奇所碰到的小动物们和小昆虫们哦 看的时候啊 我觉得还蛮有互动性的 因为你有点像是侦探 小侦探哦 你看 你要哪里电量 哪里就会变量 真的是一个很省电的手电筒 完全不用电 发明蛮厉害哦 你看它是谁 它是谁 动作很慢的树栏 大家有没有看过Zootopia 它是不是动作都很慢 我怎么也变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Story 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